十万天兵天将为家典迷茫十七年 天宫作为老牌的修仙门派 能封印控制 能驱雷测电 能扛揍挨打 能物理输出 能急如闪电 像天宫这样面面都强的门派 我大大王拍着胸脯保证 梦幻三界内绝对头一号 但家典让十万天兵天将迷茫了十七年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让我们回到2008年 这一年也许是摩天宫最辉煌的时刻 飞升后开放了秒三法术雷霆万军 五魔加点的天宫加法宝加持 一下子变成了不可一世的法系 从而成为玩家的另一种选择 而且这一年还迎来了多次对摩天宫的加强 一时间天宫的定位是风还是秒的问题 让众多天宫玩家争论了许久 传统的风天宫认为 天宫拥有梦幻中封印几率最高的技能 百万神兵 以及能封法术的错乱 再加上门派避免法术影响的特色 应当顺应天意 以体 耐 米为主流加点 其中 风天宫中出现一种 以五奈加点的钢板天宫 依靠先祖奈成长最高 加全门派唯一增加气血上线的傲视觉 加天神护法可自动保护队友 扛揍也是一种实力 还记得连环杀人尸驼那个梗吗 就是典型的五奈天宫 靠着最强顾伤五雷轰顶 也能成为抓鬼一哥 当争论还没结果时 在2009年1月 官方将天雷展进行调整 最多可秒三人 而且受伤害和物理修炼影响 武力加点天宫一下火了 而且成为新手必备加点方法 直到八个月后 开启了上古资料片 推出了腐蚀组合版法 又进一步对天雷展进行加强 一个平民天宫 也能打出很漂亮的伤害 五十吉时是一个节点 此时的天宫天雷展 被视为输出一哥 其他门派均是渣渣 2015年3月 经脉进行大调整 新经脉没有利天宫的相关钱云单 因此利天宫只能依附于 常规天宫的经脉 但经脉一层的急雷 使用天雷展会额外增加 敏捷减等级后 乘0.6的伤害 至此出现了一批 五敏加点的敏天宫 而且伤害要比利天宫要高 充当风气的同时 还能打出高额的伤害 直到开启九头妖王资料片 官方明确了摩天宫 风天宫和利敏天宫的存在地位 三个月后 官方再次调整 雷霆万军不再为飞升法术 天刚器技能大于五十吉可使用 至此摩天宫成为了新的法系 你还没拿个门派加点操碎的心 评论区接哦